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呂志華 大家看看客觀的環境是否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沒錯,今天我是在尖沙咀、尖東 海景嘉福酒店入面的一個房間 跟大家拍攝這條視頻 原因是在中秋節 我沒有地方去旅行 因為現在還是封關 所以我再來一次宅度假 就是在海景嘉福酒店 住上一晚,兩日一夜 這個消費可以說是相當合理 以及可以振興香港的經濟 可以說是一舉既得 好了,今天我想說的新聞 有一宗 都是說 究竟香港現在的地產商 是否面對著一些壓力 可能是被政府收回土地 以及 究竟這件事 進一步的發展是怎樣 好了,在我未答正題前 希望大家能夠訂閱我 免費的呂志華雙音雜誌頻道 以及按鈴鐺 如果我這條片說得好 希望大家給我一個讚我 以及希望大家能夠把這條片 分享開 多謝各位 好了,近日香港社會 最關注的新聞 當然就是地產商 現在 是否面對 來自北京方面的壓力 就要他們將那些土地 貢獻出來 香港是否實行共同富裕 這件事 由於這消息一出 香港股市 就立即 當日來講 急跌了1000點 雖然在昨天 中秋節當日 市場現在已經穩定下來 但是 我相信 這個消息 仍是困擾著 投資者 以及現在市民 都相當關心 是否現在的地產商 真的要共同富裕 是要將他們手上的土地儲備 完全捐獻出來 是否遊戲規則已經改變 中央政府已經不再容忍 香港地產商的壟斷行為 有關這方面 我已經拍了一條短片 跟大家分析過 這個訊息 這個消息 可信度高不高 以及 其實 中央政府 是想地產商怎麼做 我都很詳細地解釋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回我這條短片 今天 地產代理商施榮青 就出席了電台一個節目 他就發表了 他對這件事的一些看法 他在節目中就這樣說 他就說地產商在本港房屋問題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 中央尋求地產商支持和配合 就比較容易落實房屋政策 但是 他是不相信 中央會 指示地產商做任何事情 將他們迫在場角 以及他認為有關報導的內容 可能是言過其實 另外 他也指出 他說 本港地產商作為私營機構 營商以獲利為主 基本法列明 港人買賣物業享有保障 即使政府收回私人土地 都要提供合理賠償 認為遊戲規則 不能改 有關施詠青 他個人在這方面的意見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就和我日前拍的短片中 所說的意見 可以說差不多一樣 原因 我都說了 我相信 中央今次 他這樣做 其實 就是想動之議程 想和地產商 憑友情搭救 希望他們 在土地發展方面 要配合政府的政策 以及 賺錢 不要賺得太盡 和政府討價還價 就不要開價過高 至於 會不會要逼他們 無償捐出來 又或者 用一個 極不合理的價錢 政府收回 我覺得這個可能性 是不高的 因為 香港是個法治社會 香港有很完善的法制 如果真是可以用人質 去改變法治的時候 我覺得 這個影響 是很深遠的 根本是破壞了整個香港的自由經濟 可能香港更加是會得不償失 我估計 中央政府絕對不會這樣做 其實大家從不同的渠道得回來的消息 都可以看到中央政府 並沒有文明規定 要指示那些發展商 應該怎樣做 胡應商也說了 其實中央政府並沒有這樣說過 他也說 希望地產商能夠 協助政府解決這個問題 而事實上 香港的房屋問題 如果沒有地產商 沒有業內人士的協助 我相信 是很難解決的 現在中央政府 和他們的約誤 和他們的交談 我覺得 只是對地產商來說 是私家壓力 亦都敦出他們 希望這些地產商 君子愛財 取之有道 亦都希望他們 不要有風使盡 有多少就賺多少 賺到肚滿腸肥 肥到連對襪都穿不到 另外 新鴻基地產 亦都發表了回應 他也表示 他現在直到目前為止 都並沒有 得到中央方面的指示 又或者中央方面 都並沒有約見過他們 談過有關這方面的事情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可能國內政界人士 就約見了部分 香港的地產商 只不過消息 被人誇大了 至於 特區政府怎樣回應呢 昨天 林鄭在行政會議 舉行前夕 接受記者的訪問 她表示 中央一直都關心香港的民生議程 完善了香港的選舉制度 就會提升香港的管治效能 解決房屋問題 林鄭亦表示 發展商手上持有的私人土地 特區政府可以使用公權力 在需要的時候 就會收回土地發展 其中包括興建公屋 另外 林鄭亦表示 地產商亦是相當積極 響應政府的土地共享計劃 以及 亦是支持政府的 七三分配建屋計劃 即是私人發展商 拿出土地興建房屋時 將會 七成興建私樓 三成興建公屋 以公私營合作 解決香港 長遠的房屋問題 從林鄭回答 記者的提問後 我相信大家都應該清楚明白 其實整件事 是有機會被過份圈驗的 有可能部分地產發展商 跟國內政界人士接觸過之後 他們談及到有關這方面的事情 中央政府官員就希望 香港的地產發展商 配合政府 解決房屋問題 敦促他們應該積極地響應 而結果 被人炒作 成為今天 投資者很擔心的問題 以及成為 今天香港社會 相當關注的問題 多謝各位 已舉辦 directamente 書局 平宥 店 害